现在唐家的环境是贝山面海,近沙滩 中山大学的校园 其实占整个中山大学是最大部份的 整个中国来说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就是二手楼盘 二手楼盘看出去就很清楚 但现在这个楼盘平均的均价已经去到33,000到36,000 大部份业主都吊价36,000一平方 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因为大部份买这边都是近着中山大学的职工购买的 因为它近这个中山大学 所以楼价就会站得这么硬正 其实这三万六都可以承接到的 证明他们这边的人的收入多高 因为他们教师很多都是要博士级才能做到教授 还要双博士 现在我们出发去到这边 向北走去到这边新开发的住宅区 之前这边是轻工业区和创新科技 即是以前90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创新科技 当时 它是电子加工厂、轻工业、电器移伐的中心 但是现在呢 随着它现在是比较资讯科技 比较新的高科技 去到淘汰了 它慢慢这边都少人上班了 未来就会替换一些更加高水平的技术 的公司进入来 这边呢 其实就 重点是想发展住宅区 想集中高科技产业 在北围和北围的外围里 稍后你就会看得到 因为北围那里是一个10平方公里大 新的整块地块开发的TOD城市 它旁边已经有旧有的高科技 高新科技的行业在这里 现在已经运作中了 稍后就会看到 它已经是有大概要超过10万人的高技术 高收入的员工在附近生活和上班 所以它那些住宅其实就不够 政府就因为因应那个住宅不够 所以特意开发一个TOD城市 来给这个员工在这里居住 卖楼要很强 因为中国人是个文化集团买楼 他们有钱 夫妻合共工有钱卖楼 所以这边的年轻夫妇 很多时候都会拿一至两层物业 现在向北走 向北走这边就是靠近海边和湿地公园 现在这边就有一个新的住宅在发展 这边其实它周边配套就未成熟 即是它的餐厅、铺头、超级市场 都不方便的买东西 所以这个屋园就直接做自己的商场 商铺 这样营运在一起 方便住客 有了可以购物的地方 这边就是 赤价便宜的 这边的赤价平均都是26,000 除了高层洋房来说 26,000 它越大的面积 这个楼粉越大的面积 即是130平方 151平方 它的实用率就越高 而且它的布置间隔也会做得较为南北通透 方正阔落 它的别墅其实就是独栋别墅为主 分为四层 上地上两层 地下有两层 它有自己的车库地牢 车库可以平均放三至四部车 似乎不同的别墅来说 它的面积 起步大概是660方左右 即是7,000尺 其实它有很多浸送面积的平台 前楼花园 地库 都会有浸送面积 整体上 它起步价是1,600万 现在就在高层洋房 它里面的高层洋 如果看出后面的景观 它看到后面有些是 本地村民建成的自宅 还有他们自己建成的房屋 旁边就是湿地公园 现在这边你见到一个独栋别墅 它的距离也很阔 即是它的私隐度也很足够 这边就是一个示范单位 它可以复制到 城是 怎样了 可以看到 它那让我们爹地 regul好 它们是 它们的 campaign 你 是 我 现在的别墅户户都有电梯 会包括电梯在内 就不像那些要走楼梯 再过来近住唐家市场 即是超市街市 还有餐厅像美食廣场那边 这里有个23万平方米佔地的别墅区 这里不太靠近海 但它是一个老牌座院 属于大规模的屋苑 里面的范围也很大 里面的别墅价钱也很便宜 周边也有配套 餐厅、食事、超市、酒店 各样都齐了 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流 很多在金山免典 或者是免典公司 上班上下班都会看到 在这边住 很多时候都会在这边 在这边住屋里面 就算鞋单车也要鞋好久才看好整个屋 而且很多时候都会浪漏路 因为它太大 因为它很软实 其实它这个 如果说高层梁房来说 有些去到1万8千米一平方 到2万米一平方 这个区算是便宜 而手来说 以后 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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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花園 這是一個連邁的別墅 有三層有四個套房 這邊也挺清幽 看到山景 看到後面的圓林景色 而且看到這裡的建築物 也有些歐綠的面露 在下山上的地點 有些歐綠的中間 小島在下山上 而是在下山上 城市市場 有些歐綠的面露 為了叫了 有些歐綠的地方 在下山上 還有一山的老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以享受建筑关系 室内间隔 位置道合是更成非常清净 窗外也适合加上电梯 在這裏六百多七百萬元可以買到一個別墅 其實都不錯 因為現在的樓價越來越高 因為深圳通道由深圳寶 保安那邊一直延伸過來這個唐家 2024年就不見成空車 另外一個深圳通道 消息已經是炒作得很厲害 大部分深圳人因為太空壓 現在銀行大幅大幅提高了太空壓 因為深圳樓已經去到很高價 要投資一定要找低入場門檻 有大升值空間的地方 所以很多深圳人會排到這裏買樓 所以這裏買樓越來越貴 如果現在還可以買到這麼便宜的 新的別墅 這麼漂亮的別墅 其實都算是不錯的 在時機上 在這裏買到大廳 做一個中空大廳 好像洪山半島一樣 中間有個中空大廳有6.2米樓底高 你的感覺就會很開揚 在大廳坐著便會舒服很多 又不是所有別墅都會做一個中空大廳 而且這裏還包裁 設計到可以留位置 讓你做桑拿 做按摩浴池 支隱度都很好 你看不到旁邊的住戶 一梯一門 一個電梯自己用 是獨立入口 獨立入口 獨立樓梯可以走樓梯上去 這裏可以看到獨立門口 又送平台給你的 監視力氣氛 開動不動 唷 開動不動 電梯 開動不動 零碎 開動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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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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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研發中心 也有以色列的家族研究中心 都在這裏開設公司 這裏是其中一個完成的屋苑 已經是燃樓 你看到周圍都已經建好房子 這裏有好處是靠近高鐵站 珠海北站 輕軌高鐵都在這裏乘搭 而且高鐵站外面 還有超過20萬平方米的大型商場 在這裏準備興建 接下來如果這裏投資 這裏有個別屋苑 有些小型的商場店出售 亦有一個屋苑在賣這些街店 以這個經驗來說 小型商場店 一定會讓大型商場搶走客人 接下來 初初就會在小型商場運作 到大型商場興建好之後 人流就會集中在大型商場 接下來街店有優勢 街店是做名房的餐飲 因為你見到吃麵、吃飯、吃燒味 各樣東西 始終都會在街店出現 都不會消失 這個是比較實際的店鋪